最后很多GBA时代玩家的童年回忆 缩小帽算是一部被低估的塞尔达作品吗 它可能是塞尔达系列2D作品里面 画风最可爱 动作又最生动的一部了 当看到林克说得跟花生一样打 还能够跟头上的绿帽子讲话的时候 你就立刻能感受到这部塞尔达有多么的特别 缩小帽的迷宫只有6个 地图也不大 但它用一个神奇的变身系统 把探索的趣味几乎翻了一倍 这个系统不忘能够用在迷宫里面 也贯穿了游戏每一个日常的场景 通过缩小或者放大主角林克的身体 玩家能去到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同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可以正常走进去跟NPC交谈 触发一些剧情 变小过后再来的话 又能够屋里的隐藏NPC交谈 得到新的线索或者道具 整个游戏的核心玩法都建立在这个机制上 变小的时候有的地方过不去 变大之后有的地方又进不了 这就让我们得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同一个场景 切换体型来解密 缩小帽这个极具创意的核心机制 当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与此同时 它的直线跟收集系统又繁琐的 可以把人整崩溃 可能就因为这个样子 游戏当年才没有卖出老人的预期成绩 它是一部优缺点同时都很突出的游戏 也是塞尔达IP在掌机上留下的经典之一 大家好 我是雷亚 欢迎来到我的塞尔达传说专题 以GBA掌机有限的机能来说 04年发售的塞尔达传说缩小帽制作水平非常之高 它的原创音乐很动听 一共BGM都很有氛围感 它的画面更令人印象深刻 各种剑机跟道具的实用动画都充满了动感 让我很难相信它居然是个不到八兆大的掌机游戏 又是李林克的剑招演出有版有演 可说是用像素块最大程度展现了每个动作的精髓 这也是塞尔达系列里剑技最多的作品之一 玩家可以在世界各地的秘密道场学剑 不但有回旋掌啊跳掌啊这些老招 还有打滚剑这样的新招 最后还能找师傅学经典大招大回旋掌 却敌人对立方可不要太爽啊 缩小帽的动作演出做的这么好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的开发团队恰恰就来自动作天尊卡普空 没错缩小帽是任天堂外包给卡普空做的 其实卡普空在这之前已经跟任天堂合作过几部塞尔达了 先是GBC上评价非常高的大地和时空之杖 后来又有主推联机功能的两部四人之剑 有趣的是这些作品的制作总监唐林秀米 后来还真被老人挖脚过去 一路发展成了现在天剑跟旷野之系的总监 嗯我说塞尔达的动作成分怎么越做越好了呢 他的四件系列跟缩小帽在剧情上是有联系的 画面风格也一样缩小帽另一个特有的系统分身 还来自四件的联机设定 正在特殊地砖上手握神剑蓄力 林克就能暂时制造影分身 最多可以达到三个跟他做一样的动作 就像是单击简化版的四件 分身可以用在解机关跟战斗上 天空空殿的飞鱼boss就一定得用分身战成特定队型来打 非常有独创性 也是我在本作里最喜欢的一场boss战 虽然系统很有新意 但本作的流程还是遵循着塞尔达游戏的传统 也就是不断的解密 获得不同的能力 在挑战新的迷宫以及boss 虽然缩小帽系列 已经是塞尔达IP发行的第12部作品了 但在官方公布的剧情时间线里 它却非常的靠前 位列第二 前者我上期讲了天剑 在这个时间点 全系列的祖传boss加农还没出现 大石剑也还好断断的封在神殿里 所以说缩小帽的故事设定也算是很独特的 毕竟林克最后拿的不是大石剑 boss也不是那个老熟人 游戏上玩家介绍了一个全新的种族小人族 又名皮克里 身体只有指甲盖大小 非常可爱 游戏正式开始的多年前 不知名的邪恶力量入侵了人间 天剑就派小人族带着一把神剑跟光之力前来 跟人间的勇者合作 封印住了邪恶 由于只有心地纯洁的小孩子才能看到小人族 所以缩小帽里面的林克也被设置成了小朋友的年纪 跟公主塞尔达是从小一起玩少的青梅竹马 不过除了设定很特别 缩小帽的剧情本身其实是老套的 它没有知梦倒那种惊天大反转 而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塞尔达式童话 打boss 救公主 拯救世界 就像我在上期节目里说的 塞尔达系列的剧情大部分时候都是为游戏性服务的 在缩小帽里面 林克刚起床 就被公主拿去逛街 然后马上在王宫院子里目睹神剑碎裂 公主当场被boss石化 国王立即派林克去找小人族重铸神剑 于是游戏开场不到十分钟 我们的主角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 就稀里糊涂踏场了拯救世界的旅程 用最快速度正式开启了玩家的游玩体验 出发不久后 林克就会遇到一顶画捞的绿帽子爱塞罗 从而获得了能变大缩小的能力 他将在这顶帽子的引导下重铸神剑 注入四元素 获得其四剑的完全形态 用来拯救塞尔达 这个绿帽子爱塞罗跟本作的boss库夫 从前是师徒关系 都是小人族的工匠 徒弟库夫偷了师父做的魔法帽 并成为人类尺寸的大法式 顺便还把师父诅咒成了一顶绿帽子 绿帽子爱塞罗既赋予了林克特殊的能力 又充当了这一代的导航陪伴性角色 这种二合一的设计在当时也是很新颖了 不过本作过于儿童像的剧情 导致NPC的形象都很扁平 基本不存在什么剧情共鸣 但塞尔达系列本来就不以剧情见长嘛 就算故事很简单 加上游戏性能维持一贯的高水准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么缩小帽的游戏性在全系列 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这就是个很值得分开来探讨的问题了 因为这部作品把某些东西做的很简洁 很精彩 某些东西又做的过于复杂 几乎能把人逼疯 缩小帽的流程不长 直跑主线的话也就十个小时左右 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吧 做组给缩小帽加了一个独特的核心元素 幸福碎片 呵呵 相信我 幸福碎片真的一点都不幸福 它是一种可以通过开宝箱 跟随机掉落取得的道具 共有三种颜色 每种还分成多个不同的形状 玩家可以对着任何头上冒炮的NPC 按L键拼碎片 一旦拼接成功 世界地组上就会出现新的奖励元素 比如说突然变出来个宝箱啊 隐藏地洞啊 甚至是新的支线NPC等等 就像开盲盒一样 听起来很有意思对不对啊 问题在于 拼碎片的实际是玄学的 你得自己去试 同一个NPC有的时候能拼 有的时候不能拼 有的时候还能拼两次 而且你得出门再进门 才能跟他拼第二次 要是不看攻略的话 谁会想得到啊 游戏里有近百个可以拼碎片的NPC 连阿猫阿狗都不放过 我很难记得清 谁拼过了谁还没拼 所以只有每隔一段时间 就满地图找人去试 拼得走火入魔 完全忘了要救公主这件事 获得的碎片形状一般是随机的嘛 有的时候用不上个形状就积了一堆 偏偏指去NPC需要的形状 这个又导致我必须花时间 去刷特定形状的碎片 反而在程度已经超越了 风之杖里面的打捞系统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刷到块可以用的嘛 结果拼出来的奖励 你猜是什么呢 居然又是块已经有了的碎片 有的人这个时候可能要问了 既然拼碎片这么痛苦 那么只玩主线不拼不就行了 问题是很多好用的东西 都只能通过拼碎片才能得到 像是强化版的武器啊 甚至是新的剑技等等 不拼的话 游戏后期的体验将会直线下降 而且很多传统塞尔达玩家 都有全收集的习惯嘛 也就是获得游戏里面全部的武器 道具还有血量上限 这个这样拼幸福碎片 成了全收集玩家绕不过去的卡 也是我当年回之不去的噩梦 而且全收集录上的大坎 不止幸福碎片一个 本座还有个意义不明的设计 就是一种叫神秘贝壳的隐藏货币 很多宝箱跟支线任务的奖励 都是神秘贝壳 基图上也有几率能随机刷到 你以为它是用来换什么好东西的吗 不 神秘贝壳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在地下商店抽扭蛋玩偶 即使136个后 才能拿到游戏里最后的一块新制碎片 但跑去这个奖励 抽玩偶本身只是个图件收集系统 之后组却硬生生的把它变成了个 看脸的抽卡系统 抽到新玩偶的几率会递减 得靠花费更多的贝壳来提高 更令人发指的是 抽的过程极其冗长 而且不能跳过 一把只能抽一个 想重抽就得再触发一次对话 再输入一次贝壳数量 然后再去拉一次把手 烦死个人 像机器136个玩偶 玩家只能反复观看这个过程 至少136次 这个还是在你欧气开门的情况下 对于我这样的全手机强迫症来说 简直是魔鬼般的设计 我玩的时候甚至觉得制作组才纯心搞我 那么多支线跟宝箱的奖励 居然就是这个除了通向扭蛋地狱以外 没有任何作用的贝壳 跟信服碎片一样 属于没有必要的复杂 感觉就是拿来延长游戏时间的 以上这些槽点呢 都是缩小冒明显的短板 但是本周多年来获得的好评率依然不低 最大的原因嘛 当然就是它无敌好玩的解谜体验 以及背后那个新奇的核心系统 缩小和变大 不管在野外 城镇还是迷宫 乃至Boss战 玩家都必须应用这个系统 其过程也不是一般的有趣 正常状态下的灵克可以使用所有的道具 战斗也没有限制 变小过后呢 虽然能钻进之前去不了的地方 但很多道具不能用 平时不值一提的小怪 更是可能成为Boss级强敌 比如第一个迷宫的Boss 竟然就是随处可见的年交怪 因为玩家太小 他才变得那么强 这种视角改变 世界也随之改变的体验 真的很奇妙 游戏过程中 领克并不能随时变换大小 而是需要用到特殊的机关 这就给了玩家一个解谜的思路 没发现一个机关 我第一反应就是观察附近 有哪些需要我变小的道路 到底通向哪里 迷宫先不说 城镇里几乎每一栋房子 都有缩小过后才能钻的地方 像是耗子洞 比如天花板灯等等 有的地方通向小人族居民的家 有的通向隐藏的房间跟物品 这类隐藏谜题 还会跟主角的其他能力相结合 比如说有家人的柜子中间隔开了 我虽然一眼就发现天花板上有小路 却没办法在小人状态下 从柜顶走过去 只能等游戏进行到中期 获得力量守皇过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 推动柜子把路连通 然后塞尔达系列的一个传统 就是让主角持续获得新的道具和能力 所以上面这种谜题呢 就让玩家有了更大的动力继续冒险 期待学到全新的能力 回来再解决下一步 当然塞尔达系列最大的招牌还是迷宫 所以帽子的功能也被制作组融合进了各个迷宫 除了两个纯小人状态下的迷宫外 其他四个迷宫都要求玩家 时不时找机关切换成小人解谜 才能顺利推进 缩小系统跟本作的战斗也有联动 像是风之要塞的大手Boss 就得林克先在普通状态下 把他的两只手射坛 然后再立即变小 钻到他的头里去狂砍柱子 最终Boss库夫的第三形态 同样也需要林克适时变成小人 冲进他的触手里去搞破坏 才有机会击破 这种变大变小的新玩法 在我看来就是索小猫最大的招牌了 而本作的迷宫设计 在整个塞尔达系列里 我觉得算是一个中片上的水平吧 他谈不上极其突出 但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见过有评测抱怨 缩小猫的迷宫不够多的 但是塞尔达迷宫从来都是质量重于数量 像是姆吉拉假面 整部游戏就只有四个迷宫 但由于它们复杂精妙 就成了全系列迷宫设计的巅峰作品之一 索小猫的迷宫设计 则可以用平红两个字来形容 六个迷宫里面既有偏战斗 路线简单的 也有偏解密 路线相对复杂的 这两个迷宫正好就代表了 整个塞尔达系列的两种迷宫设计思路 英国游戏记者Mark Brown 在他的个人节目里面 给这两种迷宫起了非常贴切的名字 一种叫找路迷宫 一种叫寻记迷宫 寻记迷宫顾名思义 跟着路一条道走到底就是了 几乎不用走什么回头路 就算偶尔遇见了岔路 也是那种可以迅速走到底回头的 主路线始终只有一条 像是风之杖的禁忌森林迷宫 就是典型的寻记 而缩小猫的路珠神殿迷宫 虽然最后要拉动不同侧的开关 但两个开关之间连通的路线只有一条 同样非常好找 除非是严重路痴患者 不让玩家在这种寻记迷宫里 一般不需要思考自己行进的方向 等于说解谜的比重就变小了 但相应的 寻记迷宫对战斗和操作的要求一般会高一点 存在困难的跳台机关或者敌人 再配上精彩的BOSS战 很适合比起思考来更喜欢实操的玩家 另一种迷宫类型找路迷宫 则存在明显的分歧路线 比如说姆吉拉假面的十塔十秒 上下颠倒地形变化莫测 玩家得自己找到正确的走法 而缩小猫的风之耀塞 一开始的入口就有五条路线 其中重要钥匙核心道具跟BOSS房间 都分散在了不同的路线里 玩家只能自己一条条的找 记住部分关键场景的位置 才能顺利截完迷宫 这类迷宫很适合善于观察整体结构 记性友好的玩家 我上期提到的变体式套娃迷宫 就全都属于找路线 说什么还设法致敬了早期的塞尔达作品 把游戏里两个迷宫的钥匙 都放在了反传统的位置 大家还记得上期我说的塞尔达迷宫配方吗 其中BOSS钥匙是迷宫的终点 拿完过后就能去打BOSS了 这个规则是在知梦岛里面正式确立的 而知梦岛之前经典的三角力量 BOSS钥匙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在缩小猫的露珠神殿迷宫里 我没走几步就已经拿到了BOSS钥匙 当时我还以为这个是制作组的偷懒 结果一开BOSS门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迷宫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 这个彩蛋性质的设计 简直让我一夜梦回三角力量的时代 赞 苏小猫在不长的流程里面 策法把寻技和找路两类迷宫都覆盖到了 还顺便致敬了一些老前辈 所以才说 它是担得起塞尔达系列的名头的 最终迷宫暗黑海拉鲁城堡 也是本作谜题最难 敌人最多的迷宫 则是两种类型的结合 它的核心还是偏向一条路走到头的寻技 并且在小怪跟小boss的数量上都达到了新高 战斗成分非常之爽 但它中段又出现了通向决战楼层的不同路线 让玩家也享受到了找路的乐趣 跟库夫的最终boss战一共要打三个阶段 要同时利用缩小跟分身系统以及各种道具 简直就像个谜题大集合 非常的过瘾 打败它之后 缩小猫就迎来了完美的结局 一路陪伴林克的艾塞罗恢复了人心 结束石化的塞尔达子 戴上了boss掉的魔法帽 靠它的力量复原了陷入黑暗的世界 艾塞罗决定用传送门回到小人族原本的世界 走之前还送给了林克一顶普通的小绿帽作为纪念 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后续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联机游戏《四人之剑》 百年后库夫再次复活 结果被下一世的勇者林克 靠小人族神剑的分身之力再次封印 海勒鲁王国才迎来了漫长的和平年代 很久很久以后 王国将会发生内战 十只英雄的时代正式来临 并将整个塞尔达系列的时间线一分为三 走向不同的平行时空 这个重要节点对应的塞尔达作品 正是在游戏界地位至高的实质底 也就是我下一期塞尔达专题的内容了 回到本期话题上来 我觉得缩小猫就算现在去玩也很好玩 虽然它已经不太符合我们现代的操作习惯了 之前又设计的比较烦 但那个缩小系统跟分身系统真的很有创意 解密体验特别新鲜 只要你不是个收集空 十几个小时的游戏流程玩起来就很紧凑 一点都不无聊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很推荐你去玩一下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